老王抱着凑热闹的心情,参加了一个社区体检,谁知医生告诉老王肾积水严重?老王一听,赶紧到检查,发现左侧疏尿管被一块石头堵住了,导致左肾中度积水,已经丧尸功能,只能切除。 其实老王几年前出现,过一次左侧腰疼,但有血尿的症状,通过B超,医生发现了肾结石,并建议他接受碎石,然而在打完针后,症状完全消失了,因此老王觉得并没什么大事,也就没去复查,慢慢忘记了这件事。 很多人查出肾结石后,因为不觉得痛,所以也就不把其放在心上,其实,这样做后患无穷,肾结石引起的疼痛叫肾脚痛,它是由于结石再生于输尿管内积醋移动或突发现断,导致上尿路急性梗阻或输尿管压力增加,停滑期静卵,引起剧烈疼痛,肾脚痛把作分三个阶段, 急性期,存续期,缓解期,当药物食输尿管平滑至静卵缓解后,肾脚痛症状就会得到缓解,甚至完全消失,但此时肾结石并没有排出,当肾结石较小的时候,容易在肾脏及输尿管内活动,因此也容易引起肾脚痛,结石较大的时候,往往就无法在肾脏内移动,也不易阻塞排尿痛到, 即便就是偶尿隐痛,患者大都感觉不到,但结石逐渐长大,慢慢堵塞出尿管,肾脏逐渐积水时,也没有任何症状,容易令人忽视,而当被发现时,这种结石已经对肾脏产生了极大损害,被忽视的肾结石造成的后果虽然严重, 但只要早期发现,极石,就能得到很好的疗想,根据结石的大小,部位,肾脊水的情况,可以通过体外冲击波,熟尿管进激光,精品肾进,熟尿管软进激光等方法碎石,且效果均不错,科普百分百助力科普中国,让科学知识在网上和生活中流行起来, 文心提示,以上为科普百分百网上阅读所浏览内容,分享只为知识传播和学习宣传,本文内容仅代表原作者观点,如有意见建议,请私信留言,我们会及时处理,谢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